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原汁原味 今次一個新的題目 帶大家一切 延伸術有不同的用途 上次也說過 不怕生壞命 最怕那位名 上次是說太極政治 太極政治 和軍事機門對抗 我們今次就說姓名 名字最重要 都很重要 雖然你排是一命二雲三風水 四直音德五讀書 六明七相 八競爭 九交友 十長生 姓名排第六 姓名為何排第六 好像不好做 不過有他用途 為甚麼呢 其實姓名這件事 等同 多人叫 為甚麼姓名是有用的 多人叫多人用 多人看才行 不是說你改了 沒有人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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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正如 那叫貓或狗那些 那你要砌一隻去給你 所以貓或狗不是每個都成合 其實這些東西 好像以前 很多人叫牛 有些人叫牛 不然不成功 有些人叫牛 有,结果没有 所以你改名也要看是否真的适合 改名在性命学上最偏重是以八字做基础 即是要出世年的时间,要知道你何时出世 根据你的误行是什么重心,需要什么误行 用性命学上去配合,補给你 述数之中性命学,我的Pilot 师傅有说过,性命学的名字很像一个很短的咒语 你叫得多,你的名字就开始用 好像我叫Dennis,希望多些人叫Dennis 对,多些人叫你Dennis 当你叫Dennis,例如英文名字,很多人都会问改名 我不用中文,用英文,行不行? 没问题,我们是要用中文字 因为你用字这一刻就要小心 稍后你会解释一下 不论你是自学或是准备师傅 也想和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性命学上有分三财五格 这也有偏重心 三财就是? 天、地、人、三财 天才、地、人 在这三个之中 为什么会有任何术数 我们都会包含这三个东西 天才就代表你时间 即是天通常的时间 时间给你的财能量 因为财不是说你以前 而是说你的资源 即是上天给了资源 即是你何时出生 都是父母也有关系? 父母,父母,我们都是摆天 父母,祖辈也摆天 人财就是说你自身人 做事或是平配这方面 地财就是说环境 你的环境条件 配不配合你 配不配合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就算不说性命学也好 不归回我们上次讲的目标 天地人三财 其实八卦里面 四象八卦已经包含了 天时、地利、人和 这三个已经是三财 然后我们再延伸到八字上 有五格 就是天格 人格 地格 总格 外格 而为何这五样东西会影响到你自身 亦对影响到一个人呢? 天格 也是在说 天格刚才说 就是一样 外在 即是上一辈 上一辈的东西 或者譬如你 如果我们套六亲的时候 做 现在这个英文是天才 天格 即是外在资源 外在资源 外在资源 外加了进来 如果 如果你在公司 例如你打工仔 你想 有贵人 你想改个名字 可以多老闆上 贵人 或者多老闆上 上司上识利 那你就要着重你的人格 天格 天格 就代表上一辈 给你高一级的人 或者上司 或者长辈 组业的资源 给你 人格 就代表了你自己 亦都代表你老婆 另外就是配偶 人格 就像个人都说人格 是的 但有没有人格 就是另一回事 有没有人格就是另一回事 是的 做人有没有人格 就是这个人格 影响到你的命运 然后再影响周围 然后影响到你的人 是不是真的有人格 噢 那这个转头的解释 OK 那地格就是说你晚辈 或者你子女 或者你财产 那方面能控制到的东西 那就是人格 地格 那总格就是你 直接就是说你钱 物业上的东西 物质上的东西 哦 OK 那你也代表了说你做到的东西 你财产 就是你能 belong to 你的东西 学识 学识 然后外格就是你的外在资源 就是如果你天地人种 大部分都是偏向内面 就是关于自己的事情 关于自己的事情 外格就代表你出现的朋友 或者是外在资源 譬如你好像 我作环境 我作环境 好像现在这样就 武漢肺炎 对 那你就会被外格影响了 对 所以天地人三材五材 影响了整个人 所以为何一改 你觉得好 还是不好 就影响了你的命运 就算你的命 八字上身也不好 你没有一改 但你可以用名字去辅助 嗯 所以命运就算不行也好 那你又有风水 一命二运三分水 风水就是工具 四正恩德 那恩德就是说你做好事 就是做事也好 你不要偏离你的良心 善 善 善 如果想中价術 就是既善善 那你基本上 你不要违背良心 其实是可以的 然后 读书就是你要做人要有学识 你有知识 你有知识 你没有知识就不要用 但不如学你有知识也好 就算你有很多文盲也好 你都要知道一件事 学而 那一句我忘记了 昨天的帖子 就是总括简单 简单说 如果你学了一件事 而你不懂 混用 那你等同于你没有学 那你知道了 那不算学会 因为很多人 都学了不懂 但不过很多人 譬如我拿着一张证书 有这个证明我学了 但不过你实际 去混用 你不会用 那现在很多人都在处于这个情况 那你是学而不识 学不识 而不学 而不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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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知识的 还有 名字就是 人家叫给你个名气 因为你有学识 你有你的资源 你有学识 那你做出来才有名气 所以有些人都是 所以有些人 讀很多书 讀很多书 讀很多博士学位 但不过你做不到 但没有名字 没有人认识 因为你做不到 就是给别人看 可能有这个名字 就是这个名字 那你的名字 那你的名字是 例如我开公司 那你公司学识 你公司里面有什么资源 有什么产品 有什么产品 给予人 这个就和天价有关 天价 天价就是 例如你今天 你懂不懂做这行 天价 天价就是 人价就是 你内在 里面的人是什么 里面的员工 或者你生产线 或者你生产线 生产线 那你地价就是 你外面的环境 市场上容不容纳 你去做这行 生意 这个就是外面的 就是外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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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总的就是 你的产品的 需求质素 好不好 那外格就是 你可能你的 同行竞争对手 或者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客户的关系 好像 早几年的口罩 都不太能卖 突然之间 外在环境的口罩 那就是 所以 而性名学 现在你整体性名学 排大路 现在你生 全部齐齐了 那你这个名字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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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当劳 麦当劳 大家都知道 漢堡包 因为他早 这条件都齐齐了 那你漢堡包 那些人都 两个麦当劳 我就想起漢堡包 那你之前帮不上 那些东西 因为麦当劳 他也会有做事事 所以性名学 也跟 原学这些东西 是好的 直接关系 也跟 你个人的生意上 或者你改名 有没有帮助 帮不帮到人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个名字 对你有利 那可能他 麦当劳 这个中文字 可能是 黑碟有人计过 或者没有 刚巧 那这些可能 他运好 或者说 正常情报 不会叫红门 那叫金拱门 金拱门 金拱门 那就是金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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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改名也很重要 所以改名也很重要 所以改名就是 你觉得名字好 那些人容易记 容易上口 就算你买什么都好 他会起码第一件事 你的名字 我想起你买那件产品 那你的产品 一是有这样的 货品 是有这样的实力存在 是做得好的产品 那我自然会再延伸 会帮助你 推到家里的产品 产品更好的 就钱会更加利 所以名字也很重要 OK 那就是商业啊 子女啊 子女那些 五格里面 五格 还有大部分 第一人改名 很容易 或者自己学习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 会给书上面的人 书上面所写的有点误度 嗯 这个要说 因为书上面 其实很多时候 会着重说这些吉价 我们这些好的吉价 譬如什么 无天格 我会特别写叫离商 无天格 你贵人 嗯 从官 譬如你做生意 或做入官 从事政治的 是的 或者是你对着客人 是年纪比较大些 或者是大老闆级的人物 嗯 比你更加高的 那就是理官 如果你偏向实力 那些无天格 就是离你 嗯 如果你的无地格 就代表理商 理商 理商就是 不论任何三教 即是 不论任何人士 都可以 都会光顺你 反而做散户 或者没有散户 类似是做便宜格 大宝多人买 嗯 无天格那些 就做专业 大宝很贵的 用来不同的 所以你不是说 既然无天格 我一定是好 而我们也有分 男性用这个名 和女性用这个名 一个理毕之处 都有分的 都有分 都有分音阳 比如说 对 即是说 可以跟无地格 就来商 但不过你有分 商之中 人格和无地格的音阳比例 都要对 都要对 然后你分 如果女性 取了无地格 用了无地格 这个名 而你的音阳排错的时候 女性分分钟 可能都做到生意 但不过你这个名 会延伸 你可能找回 你的客人 来和你同一批 即是你自己的群人 或者是和你相近 性格的人 或者是你变成这个人 会比较自我 即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不限 所以改名也很重要 还有我们有分 什么叫无天格 不是 是无天格 顺身格 或者逆身格 例如有天格 生人格 人格 生地格 即是土生金 金生水 名字很好听 如果按正常流失体 我都叫死盘 即是书上解释 祖辈给到资源 你把资源分下去 我挺好听的 或者你逆身格 就是下面给资源 你给资源上去 就是下面给资源上去 或者上面给资源上去 或者上面给资源上去 听就挺好听 那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 如果上面吃到不好的东西 上面吃不好的东西 他会把好的东西抽走 剩下他不要的垃圾 就给你 那你吃到多少呢 很明显 其实你也吃到不多 然后你吃到的时候 你已经是上面剩下的垃圾 垃圾中抽一些好东西 然后再把垃圾给下面做 下面吃 如果你是一间公司的情况 你这样想 上面吃了一份生意出来 我抽走五六成 那我剩下的五成 给你下面的管理性分 那你管理性一定可以分成 可能说 我再用五成就抽八成 只剩下的两成给你下属吃 那你下面没有吃的时候 那你到一间公司好不好 或者你下面吃到的 下面找到一个大客户 然后撕吞了一大笔 然后再往上去 然后中层又吃到大笔 再往上去 那你老板又赚到钱 所以你改名字 有时要分成 看回信心的是不是真的好 逆生的是不是真的好 都不是绝对的 都要看的 都要看的 而且我们的圣明学上 也有着重的是 要有黑仔 我圣明学都要黑仔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在天地人 三层羹 天革人革地革 总革外革 其中一格子中二有黑仔 为什么呢 等同是 一个很简单的八字原理 或者算命原理 就是 你人太强 身太旺的时候 我需要有一些东西 控制我 例如我需要 被人独畜 你受到独畜 你受到独畜 適当独畜 就会做到事 其实等待 一棵大树 你要把那棵树 变成一个石雕像 木雕像 很漂亮的木雕像 那你是不是要 拿鞠 拿鑽 拿鑽 鑽出来 那这个就是 金黑木的原理 你会变成一个很漂亮的木雕像 铁 用水彩 拿弓研鑽 鑾到鑽 鑽到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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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是鑽 这是黑仔之一 所以 圣灵和人 也是一样 你過於太強的時候,反而有一個壞處 你的八字太好,或者你的命太好,聲明學太好 你都需要一個剋制案,去控制你,不要讓你太張揚 剁不到你的又是不好的東西 剁掉是要剁掉你的不好的東西 但你不好的東西就沒有辦法讓任何一件東西剁掉 的話就不行了,就是沒有剋制 剋制還是要剋制? 而你不可以沒有剋制,沒有剋制是要剋制 其實我們在套學政治上,上次的節目講過 如果你在政治上沒有一個派對過大時 你沒有來一個派對,剋制住你 那你就不平衡 那你的人就已經不好了 過於自大而出於智慧的傾向 而聲明學都包含了一個原理就是 最好的名字,其中一個字或五行中是剋制住你 所以這件事是有心想學的人會再解釋 其實在我們中華五千年文化 六千多年文化裡面 很早已經有講到check and balance 其實已經是有的,不論我們每個朝代也好 或者很早遠古歷史也好,都有講明 所以大家已經看到,有了 但我們有時候是不懂得運用 其實很難的是,以前每個朝代也有糞書 沒有的程度也糞書 可能會燒一下和兑點 現在已經沒有的時候 要靜留的時候,想回之前那些 其實可能要做出生光百足 還有要靠人的記性 可以寫出出來 可以點幾度,個人也有限度 所以我們盛行有三場五界 然後用字方面 例如剛才我們說過Adam也好 或者最簡單的 我們拿中國兩個最新的醫院來做例子 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 這個有趣 這個簡直是一級例子 這兩個名字有人問過我的 他這兩個名字是不是有刻意有人改過呢 我覺得不多不少也會有 為什麼不可以取得這兩個名字 這麼多醫院名字 請你改改 是不是一個地區來的呢 一個是火神 我想你會找到地方叫火神 也不會找到地方叫雷神 除非你打遊戲機就有 火神山雷神山這三個字 這六個字 每個字火神山雷神砌出來 我們砌出來的格是叫毛地甲 首先我反式 火神山雷神山雷神 是屬於毛地甲 首先說醫院五行屬金 因為醫院的E字下面是有字 有就是陰金 即五行屬金 是五行屬金的 醫院五行屬金 首先我只說火神山這兩個字 火黑金 那你醫院給火燒 醫院給黑金 就是你怎樣醫人 所以改名的時候 就不應該有個火字 在醫院裏 不應該有醫院火字 還有說什麼 火神山這三個字 始終砌一個人格 是屬於火 人格就代表現一套醫院 人格就代表醫院自己 火神山天格 代表投資者 如果是國企 就代表國家的資源 地價就是他的下面醫生 或者是病人 如果這個名字 又是人格之中屬火 人格又是屬火 對 人格屬火 又是火黑金 醫院亦受克制 刺激的名字相沖 噢 那你怎樣做醫人 如果這個名字 用來做醫院名字 其實是最不好的 醫院也受克制 你怎樣醫人 對 醫院也受克制 即是你要 我剛才也有說要克制 克制是在聖名堂 三層五格去克制 而不是在做你本來的那一刻 即是如果你是做醫醫的時候 或者是屬金的時候 你改一個用火的五行 騙下來 就對你沒有克制 除非 特別條件就是 你的八字需要極重火 噢 不過很明顯就 應該都不是 而且他現在是犯了別人的 一般很多時候改名的時候 可能大家沒什麼留意 就是只留意一個叫生超雙充 是的 因為你火的時候 其實他這個火也可代表是五馬 五馬 即是屬馬 那大家都知道起火神山的時候 這是暑定的時候 噢 暑 暑 暑 子五對沖 噢 幼狀版 幼狀版 噢 所以 如果他要克制 這個 總格來說 總格是屬金 他都沒有被克制 即是他的醫療技術 都受火克制 他的醫療技術有限 保障有限 他外格 外格都是屬火 外格是屬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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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火神山三個字 三個字 三材五格裏 火土是最重的 しかして 如果這名字 適余用甚麼 Troy 去幹了生意 噢 火神山 鹿 拿來造生意 如果真的可以做生意 噢 你不是要照射人 話 而只是用上廉材 顏片 誤 這個名字 火神山可以做殯儀館 也可以 如果還在火神山殯儀館 就算有很多人被投射 D 笑 哈哈哈哈 你在火神山殯儀館 一定有甚麼 지금 你正事 呼せ 對 又不要醫治 是敢死人 為何我剛才說,為何無地格的取名頁都要分為陰陽 我們分清楚在這個情況下 無地格之中,我們人格和地格的陰陽要不一樣 只不過是同一個不一樣,兩個都是火 只不過無地格的陰陽之中,我們不可以是兩個都一樣 或者是兩個都一樣,我們陰陽不同 如果你在這個情況下再配入聖明學的時候 即是配入人的時候,陰陽不同的無地格做生意 甚麼人都可以做到,甚麼人的生意都可以接得到回來做 但如果你是說,我用來做同一個五行的時候 你只是做回你偏同,相同自己同類的人做 就算是無地格,甚麼人的生意都可以做到 但你也不一樣 但在100%所有人的生意之中,你只能減一半 只剩下50%的人生意都可以做到 所以改名是有,也有某些特定情況 有些特性的情況,你不可以跟陰陽去比 所以這個又要細分 要細分 還有去到選字問題 剛才也提到選字 還有就是雷神山 雷神山 因為火神山就不好 雷神山其實也不好 雷神山這三個字 這一句 是無天無地格 無地格剛才就說其中一句 即是雷台在撓家 即是雷塔賓家 不過他也是犯了同一錯 但是無地格的偏仰 則相同 所以無地格則相同 這點是雷台比善 即是雷塔賓家 資源上方付款就不會給你足夠 如果申請數百萬的分定 至上方便會給你幾十萬 無地價是同音的時侯 即是100%的生意,只能接到50% 兩個人做生意都只是適宜做生意 但如果兩者對比做生意,無地價做生意會比較好 這兩個名字都是五行熟火,醫院也是熟金 亦都是指五對衝,相反情況下 這兩個名字你改的醫院名字就不是很吉利 根本兩個都不能用來改醫院 即是不能用來做醫院 即是你用來做其他東西就行 其他名字是好名字 其他名字都可以好的 除非看看他有沒有外罪 因為他無地價的時候 三,這裡是二十 這裡是二十六,二十六來講都是熟土 他都沒有東西可以克制到他 其實這個名字是火械王 又是太過獨大 其實這兩個名字是太過獨大 就變成沒有東西可以克制到他 沒有東西可以克制到他 太過獨大 可能是如果你配回到醫院的時候 可能是醫生有能力 但管理層高於獨大的時候 克制高於獨大不讓醫生做事 或者有得醫 可能有他 變成是醫生 反而醫生被禁嚴 被禁嚴 沒有禁嚴 那醫生 變成是你上面管理層 受到控制的時候 克制 那醫生也可以發揮他的作用 OK 那現在 這兩個例子是中文 中文 那譬如說 我們在美國 美國 我們想用英文 OK 英文 我們用總統 特朗普 用特朗普這個名字 是算筆劃的 也是算筆劃 也算筆劃 筆劃 筆劃之中 譬如有英文的字頭 我們有他自己不行 這個 譬如你上課 我才會再教 那我就會從他拉過去 譬如你的T字 我代表木字 有木的意思 即有高塔 向外 我英文字母都可以用來看 T-R-U-M-P 那我們就看T 你就會只看T 字頭那個 這個意思 好像樹一樣 向上身 橫髮字 橫髮字 即是一個木字 即是T 就當是木字 對 要看五行不需要 特朗普的八字 火寵木 是需要的 他對他有幫助 特朗普這個名字可以 因為他家族的名字 他家族有幫助 OK 特朗普很出名 特朗普 我們玩Paper 但還有 譬如說 用中文用字 除了英文 我們要轉中文的寫法 還要改中文的寫法 對 譬如 Trump King 你會看到兩個不同的字法 又叫 川普 然後又叫 特朗普 我們用哪個才對呢 其實 如果 我來看 用特朗普這個字 比較適合Trump 用特朗普 為什麼呢 首先說川普這兩隻字 先說 OK 川普這兩隻字 這個五行 他個人 食傷比較重 因為他人格屬於肚 他本身八字火 土肚的需要 但不過不是最主要 OK 兩者來說 火生肚就叫食傷 所以他如果用川普的名字 代表他做到一個人 影響到一個人 比較多 就是喜歡什麼都搞 即是什麼 他現在是喜歡什麼都搞 什麼 不關他 他都接手來搞 所以用川普的名字 一火生肚食傷 食傷就是你創造造出來的 食傷這個格 就放在人格上 人格剛才說 代表他自己 對 對 代表他什麼都接受 什麼都想做 什麼都搞 什麼都搞 什麼都自己去推 自己去推 然後 有一段片是說 他 串醫生的事 他說 如果我做醫生 當然會讓你厲害 有段片 流出來 這個川普這字 應該是他這樣的情況 我們祖輩 天格祖輩來講 是屬火 他的天格 就是祖輩 他祖輩 火生肚 即是他祖輩 他家底 或者他外 比他更多 他都沒有那麼高級的能 可能他不知道 背後的某些什麼 共濟會 那些 他爸爸 家產 傳給他 幫到他 他已經是很有錢 大家就知道 所以 天格來講 他有幫助 已經外有貴人幫 天格是火 對 他自己是肚 對 好 地格也是屬火 地格是下屬 地格也是火 如果你是總統 下方的員工 或者下方的政客 對 對 下面是智囊 智囊 所以他整個格局 是天地人三個 上面是火生中間土 下面是火生 上面土 兩面對身 這個格局來講 深刻可以說 這傢伙很自私 對 對 因為上面有幫你 下面有幫你 這樣他自私會爆人 什麼都以自己為你為主 所以這件事的不明 初步看我們都很差 因為很自私 還有什麼都想接觸 什麼都想搞 做不做到 這件事 然後再是外身外界 外界也是屬目 外界就是外面條件限制 外界是屬目的 即是外在環境 即是社會輿論 或者外在其他 政客行政 其他國家元首 控制 所以這傢伙 如果有誠意 當特朗普要成功 他需要社會輿論 需要外面其他國家元首 去控制他 令他不能太過發大 所以他這個要靠外界的人 就不可以靠 即是他上面下面都可以幫到他 但同時他亦都需要外面輿論社會 去罵他 就是外面國家元首 去罵他 去罵他 木生土 木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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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木黑制住 那以總格來說 總格 都是屬於財富和同的比例 即他看錢 他個人看錢 看得很平衡 即他對財產的概念 就是很平均 即是很對等 甚麼都要等格交易 簡單來說 還有他下面的地格 新總格 即是他下面員工 下面的智囊 幫他生錢 即是幫他生的財產 對他都有幫助 所以他也深刻的外格 即是說外格 木黑土 即是木黑總格的時候 他外面員工 對他財產的財產都很緊 是的 所以這個格來說是自私格 不過你說錢還可以 如果一路做生意 其實還可以 這個是適宜做生意 多於適宜做總統的 做政治 做政治 因為他這個 我之前也說過 木天格是比較適宜重觀 這個格其實不是很適宜重觀 這個做商的話是有幫助 不過不是所有 但未至於木地格那麼好 即是有幫助做生意 不是每個人生意都可以做到 即是可能會找到他自己的專門幫忙 另外 到特朗普這三個字 特朗普這三個字 他砌過格 就是木天格 如果他用特朗普這三個字的話 即是寫也好 即是外面報紙寫也好 或者叫的多也好 因為你叫特朗普 那你叫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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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才行 那你叫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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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很多時候 那些人叫特朗普 那兩邊都有叫 那這就變得很不高 所以你記得有時候做的事情 那你做的事情 那你成人才說 適而重觀 那你重觀做 政治做元首便好 因為他天格是木 人格也是木 人格也是木 那天和人 我們叫木 雙合就是同一個 木天格 同陰陽 那你做官 你做官就是你從政 如果他從你 就用特朗普這三個字 首先這些條件 最幫到他 但是人又是木 人又是木 所以天和人 要同一個五行 我們才叫無天格 哦 兩個 同一個五行 同一個陰陽 同一個陰陽 就更加利用他做政治做官 哦 但是 地又變成熟火 火黑金 木黑金 木黑金 木生火 木生火 是的 那你地格就是 下面之王 下面之王 他可以幫到下面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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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的事情 哦 可能下面之王已經很厲害了 但可能有些盲點 他看不到的時候 他可以提出盲點 而幫他之王 或者幫他做任何爭議 都會有幫助 如果他搞任何政治的時候 他用特朗普的名字 去搞政治 那政治是會有效的 因為他下面伸出來 在下面的智囊 因為其實做事都是靠智囊 他做任何事都會有效的 所以他可以幫到那些智囊 幫到那些智囊 幫到那些智囊 那推向政治 這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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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拚了 因為他做到那些智囊 真的很辛苦 因為經常跟他鬥獲 經常跟他補獲 經常跟他補獲 所以 現在很多補獲 因為他兩邊的名字都有 一時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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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到我們講的總格 總格 就是做出來的財產 他總格也是屬於火的 總格也是火的 他的智囊團 和一些智囊 對等 他會變成 你做到多少事情 我就給你多少錢 或者你值多少 你的能力值多少錢 他是這個 然後 外界 外界 就是屬土 外界 就是屬土 對 外界也是屬火 外界也是屬火 外界屬火 他對外界 亦都幫外界 例如幫其他國家元首 做很多事情 或者他會出來幫其他 其他國家元首出事的時候 或者需要幫忙 他會幫忙 他會幫別人 幫外界的人 如果真的 兩個字加起來 如果真的做總統 或者政治 特朗普這三個 就是對他有幫助 做總統 他做完總統之後 回去叫串普 好一點 做完之後 叫串普 用充滿力 哦 這樣 現在 香港報紙 和大陸報紙 一旦變成特朗普 又變成串普 的時候 多人看多人 會影響到他個人 有時 對 有時 有時 真的一時一樣 對 所以 名字 用字都很重要 然後 某些字 例如 他可能是五 然後用字 生肖 有沒有相同 生肖之中 我們也有分別 某些字不能用 或者某些字 這個應該是到上去學的 剛才再講 不如 上手提一提 例如 我們今年熟暑 以老鼠為例 起用字 老鼠要有 有食物 例如有米字 或者和字 有肉字部 有月字部 那些 或者晚上有關於子字 或者水 十二生肖 老鼠要為頭 可能有皇冠 或者戴頭 或者有 有彩衣 有彩衣 例如 神字部那邊 會被人看到 漂亮的東西 所以 生肖 用回熟鼠 有對生肖相關的東西 例如 鼠和馬雙充 如果熟鼠的人 用起命 就最好少用火 除非他八字需要 基本上 就算你八字 他八字要火 就 我們人格之中 再分陰陽 這是另一回事 基本上 人格最好少用火 或者是火 你排出一個格局 可以排出一個火格局 但我用字上 不會有馬字 或者火字 因為要衝 會衝 而且有時候 砌出的字不適合他 所以有時候 改八字 改甚麼都好 不是 當年出生 他要火 我就 甚麼字都把火 放進去 不一定是對的 OK 亦歸回太極 如果你是人為主 就不肯成為客 你客位過於大 的時候 對主不利 主承受不到 沒有幫助 主位 所以也要回家 看你主客需要的位置 看看格局需要在哪個位置 所以就算盛名學 也走不掉 這個格局主合 這件事 任何術素 都是以主客為例 主客為重心 你有個重心 你才知道 我怎樣去算命 怎樣去推八字 怎樣去逐漸卜 怎樣去看吉康 所以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為甚麼大家要知道 盛名學 有他的特別用途 有他需要的用途 不怕生壞命 最怕果壞命 火神生醫院 雷神生醫院 應該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川普 特朗普 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希望大家 是吧 其實這個你 將來都會繼續開放 都會開放 因為我將之後 講其他幾個題目 都會開放 因為 始終這件事 這件術素 其實是 都幾千年歷史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是有必要 其實大家都 就算你不是拿來做這件事 有基本 即是你不是出來做這件事 也好 因為很多時候 我見到有些人 想去表現一下自己 認識一點點 那你也要先學他基本 還有 他們說的東西 歸於都是說陰陽平衡 這件事 你有陰陽平衡 就算你不是拿來做生意 你可以借這個原理 去套留你現在做的事 例如你做生意也好 你從政也好 或者是做出生意的 例如你做生意的事 例如你做生意的事 我做生意的事 我有一個職業卡 那我如何改名 怎樣用名字來幫我自己 那一回事 那如果你是管理人 或者是老闆 我怎樣用奇門定格 去幫我自己 去適當時 某個方位 去發放小道消息 或者你從政治的時候 最簡單 我要發放一些留言 攻擊對方 例如8字的時候,我會說我用公司建立的時間去看公司將來走好還是不好了 然後譬如我主客位,我是主食上的供應商,我看客人的供應商對我來不來,這張單我可不去接 因為其實你做支援預約的時候,譬如別人打電話給你的時候,你已經可以用那個時間去預約出 這張單我可否接得過,對我有沒有幫助,我接了會有什麼影響,或者對我有什麼得著 然後星座,大家看看我12公看出來,我今年12月份走,我哪個位比較有利 或者是今年或者某個月份,哪個位出現問題 例如假設,譬如我財閥第二公出現有雙沖的時候,代表今年我這個月,公司財政可能會出問題 那我應該怎樣去避忌,或者找回一個問題,怎樣會令公司財政出問題,我會從而去防備 所以術數是除了真的拿來給你去算命,去玩之外 亦都是可以讓你知道,你預防公司有什麼出現問題,你怎樣在政治上令你可以欠充求勝 或者簡單來說,叫做增強自己的分析能力,是吧 那好吧,多謝你,希望看看你什麼時候再開班,我們可以再宣佈 對,我想也要等到疫情之後,對,疫情過了之後,那我們今天先說到這裡 好,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拜拜